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开这个Molly的新亭 这一周新出的新亭 它是经典雕刻第二弹 它通常都是两个不同颜色 两个不同颜色的这样子 可是这一年它有比较特别的 米老鼠跟汤毛鸭 然后有三个眼产 然后这个上一弹我们其实也有买 只是没开箱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刚才店员说是好的 是喔 多喔 够 因为这只眼睛很大蛮可爱的 嗯 然后旁边有一只狗狗 嗯 它雕刻的还蛮漂亮的 好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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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中有推荷机推了一盒新的Molly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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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到什么 刚才那一盒感觉还不错了 嗯 每一个都有双存盒吗 这一支是双存盒的 不知道 谁 嗯 哪个 哦 这好长 有吃掉吗 是喔 嗯 嗯 有吃掉吗 有吃掉吗 有吃米还推一盒 对耶 实体比我想象中好看耶 这支黄色台还不错啦 不过怎么有点那种脏脏的感觉 嗯 再来推一盒母鱼 万推左边的 结果默默的就又再买了一盒 有一盒 对 怎么会这样子一直在玩脸 就是 实体感觉起来不错 怎么感觉好像 怎么一样 又又有点方形棍状点 哎呦不同的 诶这个不错啊 还好还好 这是之前其中一个的隐藏 一个系列的隐藏 对对对对 一共五肉 这个我就喜欢 好 来看看 风和日丽 嗯 以前也有 我想要他容易买过他 不过这支真的很大支 不错啦 这支 很可爱哦 所以他因为雕刻的造型 所以眼睛都是凹进去 这很帅耶 嗯 嗯 嗯 欸 牛 是這個殭屍派對的第三彈 對 新年齡的 而且感覺很多隻都超可愛的 就來試試看 我希望旁邊有消失熊貓的那種 我希望是這隻熊貓園的 喔 有熊貓的 這隻是誰 就是熊貓園的那隻 就是有熊貓的 喔 就你想要的那隻喔 對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 它不是 那隻是熊貓園的 那隻是熊貓園的 那隻是熊貓園 這隻是熊貓園的 感覺超可愛的 這個可以來試 這個有像這樣 真的喔 哇 超大 好可愛喔 而且它還有一點像 熊貓園的那個 算 應該是不是講死啊 可是它有牙齒 害羞的臉 蠻好看的 好 我們又買了一盒 然後來吃看看 因為剛才那隻不錯 對啊 我們剛才買的時候是一整中盒 結果我們出來開一下 就兩盒就變成熊貓園 所以也不知道這一盒 跟它少什麼 唉唷 有小夥伴耶 唉唷 又是有小夥伴 唉唷 又是有小夥伴 唉唷 我們又是拿到 基本款熊貓園的 這怎麼好像是七爺八爺的嗎 看一下裡面啊 它上一盒的感覺就是 因為它裡面有一隻七爺 一隻八爺 八爺喔 對 七爺 真的是七爺啊 好像沒有八爺 呃 好喔 哈囉 直接 這個就是蠻黑的齁 有 這個是比較霧面型的 那它背後呢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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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個髒話的小店 看到喔 迷宮飯的 而且它好像是實體版 就想來試看看 而且它原本也是 日幣的原價是500日元 結果它這是100 好像還可以接受 就差不多啦 嗯 你是說因為現在比較便宜來講 對 好啦 算是蠻豐豐的 然後 好眼熟的龍鹽不肉 對不對 你不要再講肉了 我想要不同造型的啦 不同食物啦 什麼 什麼 一樣 喔 怎麼這樣子 好扯喔 這麼多肉是怎樣 三哥了 三哥 瘋狂 都是你說喜歡肉 結果一直肉是怎樣 連盲肉 是啊 我知道啊 啊不然你想什麼 欸這是進龍 我要繽紛一點的 如果龍好像很酷欸 不知道是什麼 會不會很小 一天很小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啊 大一點 有一個鍋子 哦這個 繽紛的 繽紛 這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就你又忘記 就是第一集 走路故嗎 對啦 每次都要忘記 買了一個新的IP 然後它是第一彈 它叫做聚焦內心情緒系列 嗯 然後我覺得它看起來蠻可愛的 都是跟心裡有關的 對啊 然後這一款旗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因為它的每一款旗是一種病的名字 哪有被人家說不適合 就是跟精神疾病比較相關 對對對一些精神疾病 然後後來就是有背後要改名字 就是變得比較 沒那麼跟病有關係啊 對啊 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對對對 然後今天難得看到它終於上了 對啊沒想到竟然有看到有出 所以就享受來4E很可憐 對啊 然後就來了 希望可以拿到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麼啊 就我貓咪的 你說這個喔 對啊 依賴 我記得隱藏是精神分裂 以前是精神分裂 後來不知道改什麼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直接看卡片 好 欸 真的拿到 我要看它裡面 裡面 裡面喔 嗯 對啊 它好像是說 如果有兩張卡片的話就會有隱藏 對就是沒有 對它是以卡片兌換 好可愛耶 而且眼睛是亮亮的那種 而且它這個還有出吊卡喔 跟它長得有點像 我覺得也不錯 然後它背後衣服還有貓咪耶 太Q了吧 連這個頭髮的髮流都有做出來 又在別的店家買了一盒 對 可是這一間比較貴 貴更不快 來看看會拿到什麼 先看卡片嗎 好喔 哇一張 誰啊 超痛 好 要看實體 嗯 有看到很多顏色 喔 它騎在彩虹上面就對了 嗯 我們買了一個這個 ROLA的玲瓏布 然後應該是三代啦 因為我們好一陣子沒有看到這個東西了 對啊 啊反正它就是有一點古風的造型 就來看看會拿到什麼 好啊 有看到雞 是誰啊 狐狸對方卡 這就是它的卡片喔 喔 是自在將 嗯 蛤蠻大的 哇 超大一個 這蠻可愛的 它不是好像旁邊 不過它背後還有一隻熊貓耶 圖案蠻好看的 啊裡面 它不是有寵物嗎 它有寵物嗎 沒有嗎 不是有青蛙嗎 裡面沒有 它還有一隻小青蛙 然後好像還有一根狂烏魯吧 喔是喔 對 這麼多小配件 感覺好像會消失一樣 它是馬力寬的湯物 嗯嗯 這隻很有份量耶 而且它其實裸篷還是有一點點那個亮光期的 對 整體是蠻好看的啦 結果又買了一盒 對呀 因為我們希望是封面款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拿到它 我們也蠻可愛的 對啊 就覺得熊貓很可愛 好 是嗎 而且它比較好的是 我記得它的卡通手是有寶物套的 喔是喔 對啊 啊結果不是 兔子 是兔子 好喔 那就 欸 欸 好像手感 喔 有點像愛麗絲的感覺 兔兔 這隻怎麼有點不古風啊 看起來比較像現代感的 不過它摸起來這個手感其實 還蠻順的 再來是開箱這個低模的動物王國的隱藏 然後這個是它一剛開始出的時候 我們就很想要 然後結果都一直抽不到 還翻了超多超多隻的 所以最後還是直接買了 那就來看看它的實體怎麼樣吧 然後就是它的卡片 它跟基礎款長得不一樣 是紫色的樣子 它叫做小猴撈月 那其實它的這個 旁邊的月亮真的還蠻大一個的 主體的這隻瓦道是感覺很小 將 我覺得很可愛 它的顏色啊 就是有點透透的紫色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頭髮 是有一些星星的圖樣 然後它的褲子也是一樣 都有一點點漸層色 組裝起來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它這隻的隱藏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月亮上面還有兩隻小猴子 然後最後是這個 Molly的第一袋的隱藏 我們那個時候一袋啊 是有買一裝盒 但是沒有全部開箱 現在這個Molly都出第二袋了 就想說 然後就想說來開箱一下 它這個一袋的隱藏 給大家看看 它叫做Molly小豆 然後我覺得它這次二代的 跟這個隱藏也是有一點相關的 一個是有點像漢堡繩托 然後另外一個像賣蕩老鼠服的樣子 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實體 它的這個方塊是分開的 哇 真的就像是一個怪盜的樣子 然後身上還是這樣調穩的 背後是長這樣 煮好之後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Molly的雕塑系列啊 不管是第一袋還是第二袋 就是它的藝術性質都還蠻高的 你感覺好像很值得當一個迷你的藝術品 然後放在房間各個角落這樣